今天是我60岁的大寿 这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 看看他们呀 给我这个母亲买点什么好吃的 妈我来了 妈 你等着我呢 妈今天呢是你的生日 你看我呀给你套了一个小被子 肉肉 今天是妈过60大寿 你给我拿了个小被子 你没毛病吗 你不说给妈拿点贵重的东西 这干什么用啊我 妈 这可是我一针一线缝的呀 我为了缝这个被子 也不知道手上扎多少口子了 到现在还疼呢 妈你这腿不是不能受凉吗 所以我呢就为了表达女儿的一点心意 给你套一个小被子 可以盖上保暖你的腿 妈 我说肉肉 你纯心气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咒我呢 今天我高高兴兴的过生日 你还咒我都腿不好啊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你想气死我呀 你不是来给我过瘦的 你是来气我的吧 行了妈您别生气 今天是你生日 你得高兴点得开心点 妈祝你生日快乐 您别生气了 我去做饭行吗 我高兴的屁 我高兴 赶紧的做饭去 怎么还等着纸线成他 我给你做呀 快点 行妈 东西给你放这 东西拿着 哎呀 看见你了就来气 真是穷酸呀 今天我过生日 拿个小破被子 可以 哎 妈 妈 我来了 妈你看 这我自己做的 新棉衣 不是 这小红啊 这就是你给我买的棉衣啊 啊 你不知道现在都流行穿 女绒服啊 你给我买这 几年前的了啊 小红啊 你是不是没钱买啊 啊 没钱买就别买 这啥玩意儿 能穿吗 妈 你要嫌棉袄不好看 我这还给你带了一箱牛奶呢 你看 就这呢 啊 这一箱奶能值多少钱啊 啊 还有啊 我过生日 给我买棉袄 不能买个红色的 羽绒袄啊 你就这么对你妈呀 我今天是六十大寿 你这拿一点东西 你喊喊我呢你 妈 你说什么呢 这棉袄 这料子是我赶贵特意买的是最好的料子 里面的芯也是今年最新的棉花 我是一阵一线给你缝出来的 妈 还叫我妈 别叫我妈 还缝出来的 就这衣服 扔到大街上 剪都没人剪 还给我拿出来 这能穿吗 啊 妈 这怎么不能穿呀 这挺好的 你看我都没有那么好的衣服 这都是我的一片心意啊 还好 这是什么破烂衣服啊 你穿着 妈 你别生气 你先好气 妈 要不然 我去给你洗衣服 啊 肯定有很多衣服 你别生气 啊 妈 赶紧去 真是气死我了 他们两个 哪是给我过瘦的 就是来纯心气我的 今儿破衣服 剪什么剪 老二 怎么样 再去忙吗 大哥 我这再忙 哪有你忙啊 你可是个大忙人啊 还行吧 一般一般 对了 大哥 你这次来 给妈妈拿多少钱啊 也没拿多少钱 这再忙 咱妈妈生日 也得回来啊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我这呀 太着急了 也没拿什么礼物 就拿了两千块钱 这两千块钱啊 也不少了 也是一份孝心啊 那大哥 你看在这么大公司 应该拿的不少吧 也不多 也又啊 一万块钱 哎呀 这不能比啊 行了行了 别说了 走吧 妈在家 等着呢 走走走 走 妈 没事 儿子来了 妈 来啦 坐坐坐 行行行 你们两个也坐 哎 儿子 忙不忙啊你们 妈 忙 怎么不忙呀 是啊妈 这我也忙 但是啊 我们大哥忙 是啊是啊 你们都忙 哎 你们啊 都做着生意呢 你看你们 这是妈过生日啊 还都过来了 那肯定的呀 妈你过生日 我们怎么能不来呢 是啊妈 行行行 这你们没给妈买点好吃的啊 你看咱妈 妈 生日礼物啊 哎呀 我这来的着急啊 也没买什么生日礼物 给你啊 拿了两千块钱 要不你就收下吧 来妈 妈 你就拿着吧 别嫌少 哎 儿子 你看看你 妈跟你开玩笑呢 还给妈 真拿钱了 妈 这是应该的 你就收下吧 那行行 妈就收下了 还是我儿子孝顺 还给我拿钱 这么多钱 好好好 妈 这老二给我你钱了 这样也该我了 妈 这样 有一万块钱 你啊 拿着 想买点什么 买点什么 妈 那那行 大儿子 我就拿着了 你看看你 来就来吧 还拿那么多钱 妈 那我拿两个妹妹 来了没有啊 给你 拿了什么呀 别给我提他们两个 提提他们两个 我都生气 拿的拿着啥呀 小被子 小棉袄 能穿吗 我告诉你们两个 还是 我的儿子好 还是养儿子行 那闺女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真没啥用 看我儿子 拿了多少钱 是啊 妈 你看 你过个生日 他们呀 就给你拿这些东西 妈 这我们给你钱了 拿钱买 是啊妈 你呀 想买点什么 就买点什么 对了妈 我呀 也不在这吃饭了 我那公司啊 还有点事 还有个合同要签 我呀 现在就要走 大哥 你不在这吃饭呀 不在了 不在了 公司忙 公司有事呢 是啊儿子 吃过饭再走呗 不吃了妈 等我不忙了呀 再回来看你 妈 那我先走了 公司真有急事 那行行 你走吧 走了啊爹 行 你慢点啊儿子 好好好 哎呀 你看你大哥忙的整天 是啊妈 这我大哥 拆拆大公司呢 那你不能走了 在这吃饭 来坐坐坐 来 陪妈说说话 妈都想你们呢 哎 这我妈的脏衣服啊 可真多 妈 弟弟 妈 怎么按着啊 我做好饭了 去吃饭吧 做好饭了 那行 儿子 咱们去吃饭 妈 你和弟弟去吃吧 哎 我大哥呢 妈 还找你大哥 你大哥呢 公司多忙啊 啊 给我一万块钱 就走了 哪笑你们啊 一个二个的啊 一点都不孝顺 妈 那你们先去吃吧 我去叫姐 叫什么叫啊 她就洗两件衣服 不用叫她 告诉你啊 把饭端到餐桌上 我们去吃 妈 不叫姐吃饭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对呀 哪那么多话 赶紧去 行 我知道了 走 妈 咱吃饭去 走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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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终于洗好了 哎 这妹妹也该做好饭了 哎 去吃饭吧 哎 肚子了 妈 你们两个吃好了吗 吃好了 吃好了 收着 吃 儿子 饭吃得怎么样啊 妈 闲死了 哎 闲呀 下次我让你姐啊 再做好吃点啊 妈 这 你们已经吃过饭了呀 这咋不叫我呀 什么 还叫你吃饭 哼 就洗两件衣服 你吃什么吃啊 这做饭的还没吃上饭呢 你吃 回家吃去吧 姐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咋妈 这样说你咋了 不乐意了 告诉你 我是你妈 我想咋说就咋说啊 妈 你看 我一来就给你洗衣服 再说了 之前的衣服 哪一次不是我给你洗啊 怎么了 你给我洗两件衣服 你亏的话呀 还在这说说的 妈 我没说给你洗衣服 不应该 你看 我从进门 你给过了我一次好脸色没有 给你缝着新棉衣 你看都不看 直接给我扔了 妈 那也是女儿的一份心意啊 你看 我这好吃的好喝的 都先紧着你 你是怎么对我的呀 妈 怎么着 反天了 你好吃好喝的给我 不应该啊 你知道 我把你们四个养大 容易吗 我啊 现在我老了 想想点复杂了 妈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怎么着 反天了是吧 你也说我呀 我怎么对你们了啊 现在你们没良心了 那小的时候 是谁把你们养大的 还现在说我 妈 你还说小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你呀就偏心 偏心两个男孩 你呢 就看不起我们两个女孩 妈 你说我和姐 哪一点对不起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呀 是我哥和我弟弟他来 他是给你钱了 你是高兴 可是我呢 和我姐呢 我们也想给你钱呀 你考虑过我们的家庭吗 我姐啊 生活本来就困难 我呢 就更不用说了 我那边没有婆婆 没有人给我照看孩子 你说我的孩子 从小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带的 你说我来您家一趟 想让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可是您呢 赶快把大门锁上 把我往外赶 妈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呀 是 我们两个 是没有他们两个有出息 这还不是怪你吗 小的时候 不让我们上学 让我和我姐 十三四岁 就出去打工 挣钱 说供我哥和弟弟上学 我们现在 没出息 没钱 你又嫌弃我们 那我们没结婚的时候 出于打工挣的钱 不是交给你了吗 不都交给你了吗 你现在 觉得我们没出息 我们长大了 是吧 在我们身上 没有利益可取了 是吗 妈 你的做法 真的太让人寒心了 你哪怕装一装 表面装一装 来安慰我们 这个心灵 也行啊 妈 行啊姐 妈 不管我们做再好 都是无用的 妈 只要你心里记住 我和姐 都是为了您考虑 只要您好 我们 都满足了 妈 这个生日 本来想让您高兴的 没想到过成这样 对不起了 以后啊 就让你儿子 来照顾你吧 你不想看到我们 我们之后 就不会再来了 姐姐 妈 这 这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呀 这 是不是怪妈 太 磕磕 他们两个了 这儿子 妈现在也后悔 不应该那样对他们两个 什么 这你以后过生日 他们不会真的不来了吧 行了 儿子 等两天 等他们两个气消了 妈亲自去他们家 给他们道歉 啊 那 那行吧 妈 这以后啊 可不能这样对我那两回姐了 行行行 妈知道了 以后再也不能要对他们了 啊